接著我們來看一個動畫來給你探討一下浮力的問題 好 探討一下浮力的問題 這有個紅色的物體 放在浮力中 請問它的浮力情況怎麼樣 那我們先想像把紅色拿掉 改成原來的液體 所以這個藍色就是原來的液體 同樣的形狀 同樣的大 塞在那邊 然後你就曉得一件事情 這個藍色的液體有時候的重量向下 一體的重 向下 但是它不動對不對 它沒有動啊 沒有動表示什麼意思 要平衡 平衡表示什麼意思 一定有個向上的力嘛 頂著它 那個向上的力就是所謂的浮力 就是所謂的浮力 那麼兩力可以成 兩力平衡它是什麼 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所以表示浮力有點重量 浮力有點重量對不對 所以浮力就是排開的義重 那個就是排開的義重 那就是義體的重嘛 所以浮力就是排開的義重 浮力就是排開的義重 OK 然後呢 義體講夠嘛 重量可以換成誰 重量可以換成質量 跟大小一樣嘛 所以就變成排開的體積 才是義體的密度 但是這裡有單位問題 我們當作不知道 換掉它 自動轉換就好了 所以呢 剛才跟你講 浮力就是排開的義重 排開一體的體積成義體的密度 然後呢 那我就把它塞回去 好 這東西這邊送的浮力向上 剛才的浮力 排開義重的浮力 那麼 因為我有一個往上的支撐力 所以我的重量是不是就會減少 對嗎 所以我本來300克 如果向上支撐200克 那我只能撐多少 我就只撐出100對不對 我減輕了200 所以我的浮力就是我減輕的重量 所以前面叫做浮力原理 浮力就是它所減輕的重量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本身有一個浮力 就是剛才講過 排開一點體積乘以一點密度 原來的這一塊 原來的這一塊 這塊明星 原來這塊明星 也是有一個物體的體積 乘以物體的體積乘以物體的密度 因為是在同一個地方一起擺著 所以體積是一樣的 體積是一樣的 OK 所以物體的體積 物體的重量 然後有這麼多的浮力 一體的體積 一體的都一樣 那體積是一樣的 所以你就發現 假如浮力比較大 東西就會浮起來 四子一裂 體積消掉 哦 原來就是密度大 也就是液體的密度如果比較大 東西就會怎樣 浮起來 它就會浮起來 那反過來 如果東西 所以 物體的密度 比較小 液體密度比較大的時候 東西就會浮起來 反過來 如果我的重量是比較重的 浮力是比較小的 就會沉下去 然後劣勢 然後體積消掉 就發現原來液體的密度如果比較小 它就會沉下去 所以物體密度比液體密度大 它就會往下沉 往下沉 那如果兩個一樣呢 就是怎麼擺都一樣 所以就可以放在液體中任何地方都可以擺著 都是一樣 都不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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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以擺任何的位置都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一個探討 OK 所以 根據這樣一個結論 我們就知道 如果物體的密度比液體密度大 東西就會沉下去 物體的密度比液體密度小 它就會浮起來 所以如果兩個一樣 它就會擺在水中任何一個位置 你要把它當作是浮也可以 你要把它當作是沉也可以 所以通常我們把它當作是浮 浮在水裡面 浮在水裡面 OK 所以這是很簡單的結論 但是在後面會一直拿出來用 所以你要記住 物體密度大就會沉下去 液體的密度大就會浮起來 就是有關於密度與沉浮的問題 OK嗎 OK